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当飞机的驾驶员 林克莱特接着问 如果有一天你的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空啊 所有的引擎都熄火了 你会怎么办呢 小朋友想了想 我会先告诉坐在飞机上的人们绑好安全带 然后挂上我的降落伞跳出去 现场的观众笑得东倒西歪 林克莱特继续注视着这个小男孩 想看他是不是自作聪明的小家伙 没有想到接着孩子的两行热泪夺旷而出 这才使得林克莱特发觉这孩子的悲悯之心 远非笔墨所能形容 于是林克莱特问道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小孩的答案透露出一个孩子真挚的想法 我 我要去拿燃料 然后我还要回来的 在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 您真的听懂他说的意思了吗 如果不懂那就请您听别人说完吧 这就是听的艺术 听话不要听一半 不要把自己的意思投射到别人所说的话里面 小故事 大道理 一只饥饿的狼 一只狼出去找食物 找了半天都没有收获 偶然经过一户人家 听见房中孩子哭闹 接着传来一位老太婆的声音 别哭了 再不听话呀 就把你扔出去喂狼吃 狼一听此言心中大喜 便蹲在不远的地方等了起来 太阳落山了 也没有见到老太婆把孩子扔出来 到了晚上狼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转到房前想伺机而入 却又听到老太婆说道 快睡吧 别怕 狼来了 咱们就把他杀死住了去了 狼听了 吓了一溜烟的跑回了老窝 同伴问他收获如何 他说道 别提了 这个老太婆说话不算话 害得我饿了一天了 不过幸好后来我跑得快呀 别人信口开河 你就信以为真 全然不知 许多时候人家只是在拿你说事而已 不要让别人的话改变了你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小明洗澡的时候 不小心吞下了一小块肥皂 他的妈妈慌慌张张地打电话给家庭医生求助 医生说 我现在还有几个病人在呢 可能要半个小时之后才能赶去 小明的妈妈说 在您来之前我该怎么办呢 医生说 给小明喝一杯白开水 然后用力跳一跳 你就可以让小明用嘴巴吹泡泡消磨时间了 放轻松些 生活何必太紧张呢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何不坦然自在地面对 担心不如宽心 穷紧张不如穷开心